新聞全球話 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帶您關心 新國會的龍頭爭霸戰 熱度升高 國民黨在韓國與 找江啟成搭檔競選之後 立委傅崑奇 今天也傳出 想要角逐副院長 民進黨 則是規劃再度推出 游錫崑和蔡其昌尋求連任 新一季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正副院長爭霸戰開打 國民黨韓江沛 前一天率先表態 但保留與民眾黨藍白和空間 十九號中午也聯媒 宴請眾籃委爭取支持 不過做上兵卻少了黨籍立委 傅崑奇 因為傳出他積極佈局 也有意角逐 更發出聲明表示 韓國瑜是好好先生 但未來在立院必須強悍 跟民進黨周旋 同時點名 張啟成 兩年後可能投入 臺中市長選舉 若擔任副院長 如何兼顧 還說政府院長 分開選舉 任何人都可搭配 韓國瑜 最後喊話 相信國民黨有民主機制 產生最適當的人選 我們對於個人的想法不予評論 我跟江啟人委員會堅定 我們既然攜手雙進雙出 我們就這個組合來迎接未來立法院 政府龍頭的一個挑戰 韓國瑜再三強調 韓將配會雙進雙出 並說下週一黨團開會 若大家心裡有話 可以全盤拖出 而民進黨部分也會自推人選 規劃繼續由由錫坤 蔡其昌 尋求連任 就待二十九號黨團會議 至於民眾黨要等藍綠回復國會改革四大訴求 再決定相庭哪一方 不排除可能自提人選 又或是我們全部都投給藍的 或都投給綠的 其實都是不排除各種的可能性 民眾黨手握巴西立委成為關鍵手術 也讓立院龍頭之針 增填變數 解綜合報導 面對大選期間 來自境外的假消息 法務部調查局 在本週成立了認知戰研究中心 但是有國民黨立委批評 這恐怕有限制言論自由的疑慮 行政院長陳建仁則表示 抖音現在已經變成了某些國家 認知作戰的平臺 政府必須要審慎處理 大選期間境外錯假訊息紛爭不斷 為了強化反制境外敵對勢力 對我認知作戰甚至影響選舉 法務部調查局十七號正式設立 認知戰研究中心 邀請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 強化應對境外敵對勢力威脅 但國民黨立委擔憂 有限制言論自由的疑慮 我們是民主法治的國家 絕對不會影響到言論自由 但是言論還是要有法律上的限制 不能作為一個虛偽的假訊息的傳播 民進黨這樣子的做法 難道不是另外一種方式來 牽制人民的思想 或者做所謂的指導嗎 行政院長陳建仁強調 錯假訊息對國人的健康隱私 甚至是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都造成危害 對刻意傳播錯假消息 會立即加以偵辦 還提及抖音TikTok 已經變成某些國家認知作戰的平臺 政府已禁止公部門使用TikTok 會加強宣導提高民眾的試讀能力 對抖音的處理會審慎辦理 而中國在臺灣大選後國安部啟動三反打擊 台獨勢力 陳建仁提醒國人如果要去中國 要留意自身安全 陸委會則在官網列出國人反映的中國限制人身自由的太陽 包含不要隨意探尋疫情死亡人數等情況 呼籲國人中國隨意逮捕的行為如果沒有改善 沒有必要的話 盡量不要前往中國 記者歐榮 張明如 臺北報導 介紹帶您看軍事網站全球軍力公佈的各國排名 美俄中仍然是穩居前三名 臺灣則是排在第24位 水下核武器系統被稱為海嘯的無人船 在海中測試 並且有好幾張爆炸畫面 北韓官媒朝中社十九號公佈照片 報導還聲稱可以引發超強力放射性海嘯 摧毀敵軍艦隊 雖然沒有公佈測試時間點 但也挑明就是回敬美日韓 在濟州以南海域的聯合軍演 美日韓特使十八號齊去首爾 口徑一致批評北韓近日飛彈試射 跟俄羅斯武器貿易 美國北韓失誤官員更直言 北韓向俄羅斯轉讓武器用在俄羅斯戰爭 必須嚴肅應對 除了朝鮮局勢 臺海也受關注 軍事網站全球軍力公布二零二四年軍力排名 臺灣比去年稍退一名排在第二十四 美俄中仍居前三名 至於臺日韓三軍規模比較 臺灣陸軍戰車規模介於日韓之間 但海軍艦隊跟空軍軍機卻不及日韓 專家分析以島國特性來看 可以借近日本強化海空軍 至於軍力排名多以軍費佔GDP的比例 軍事單位數量 後勤能力 地理位置等來評比 但軍力發展並非數量多就佔優勢 臺灣位居第一島鏈 要持續發展不對稱作戰 記者歐榮 張明如綜合報導 臺灣的選舉剛剛結束 美國總統初選立刻就登場 而年底的選戰有哪些看頭呢 我們今天請到李大中老師 來為大家分析 李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看到這個川普在那個Iowa的初選 可以說是勢如破竹 拿到大約百分之五十億的選票 那麼接下來第二名跟第三名 這個DeSantis跟海利幾乎都不到他的一半 但是還是搶破頭 也許是想說 如果川普不能選的話 他們可能有機會 但是到底有什麼情況下 川普會決定放棄不選呢 以目前主觀意志來看 大概沒有任何的可能性 川普會自動放棄不選 那唯一能夠造成他干擾的可能是一些司法案件的審理的時間 這可能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地方 因為目前來說 以共和黨黨內的支持者 大部分都希望川普能夠出現 但是德桑提斯跟這個所謂的海利 第二名跟第三名還是奮戰不懈 但是還有很關鍵的重點 那可能要等到三月五號 因為三月四號有一個法案的審理 跟川普的之前的這個刑事案件相關 這就是為什麼川普的律師非常希望能夠把審理的時間往後挪移 不要造成所謂的超級星期二 三月五號一個很重大干擾 因為超級星期二大概有十幾個州跟地區 要進行共和黨黨內初選 川普如果就算被判刑的話 他的支持者會離他而去嗎 其實不會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看到從去年到現在 因為川普官司纏身 有驗照門 有什麼司法商務業登記不實 有退休之後把機密文件拿到海湖莊園 被很多案件是被起訴 對 但每一次有相關的案件出來的時候 其實川普的支持度是再升高 而且更有益於他做黨內選舉的募款 這是很特別 就是說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 還有司法追殺 甚至包括最近的民調顯示說 共和黨的高級知識分子 就是不是我們所一般所認為的 白人 其實 高雄 都歸對 這代表說其實川普已經把他所有能夠凝聚的 共和黨支持的票 慢慢凝聚 對 甚至包括有點是一筆勾銷 他最委員所詬病的是 在上一次就是他敗選之後 有人說這個司法說他鼓動選民去包圍 煽動叛亂 煽動叛亂 進入國會山莊 因為那個事情是民主黨一直在打的 其實選民好像已經慢慢淡忘了 對 我看過一天報導很有趣就是 因為拜登才在不久之前 三週年又提這個事情 可是有人說這民意的那種 健忘程度是非常高 慢慢慢慢 甚至連共和黨之前有點 對川普有疑慮的這些人 慢慢就覺得說那是過去了 那現在我們要把拜登給趕下來 最有可能就川普 就是共和黨已經漸漸歸位了 那麼接下來 歸對了 那麼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是拜登的危機 我們來看看這個最新的民調 現在其實雖然有很多美國人都厭倦說 為什麼下一次投票還是只有這兩個人 如果只有這兩個人選擇的時候 川普得到的最新民調支持度是百分之四十六 那麼拜登是百分之四十二 有大概百分之十二的人沒有決定 這個時候看起來好像相差不多 不過這一份民調還特別把所謂的中間選民 也就是獨立選民的意向抽出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數字 如果是針對這個獨立選民的話 川普是得到百分之四十六的支持度 跟剛才是一樣的 但是拜登卻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你看這個差距就變得很大 而且尚未決定的人也擴大到百分之二十 我就要問老師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個拜登在中間選民獨立選民反而不討好 代表他支持或是吸引的力道 是比川普明顯薄弱 那另外一方 川普比較鐵 是不是 川普比較鐵 而且川普的選民的凝聚力 跟年稠度跟忠誠度 看起來是比較高 那這個都是拜登我覺得非常不利 而且不只是這個候選人之間的比較 我記得去年十一月跟十二月 美國今年有好幾份大型的民調 是專門針對搖擺州 不管是算五個 六個或七個 其實川普的領先程度 都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之間 那即便是拜登在一些州很少 可能有領先 但是可能是二和三 都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那有些州其實在過去四年前總統大選 都是拜登的囊中物 所以一來一回之間 我覺得這一次對拜登而言 真的很大很大的考驗 而且他就是執政了四年 過去你可以攻擊川普做不好 那現在是反而是你自己有執政包袱 更不用說他的健康狀況 我們剛剛注意到 尚未決定的人有百分之二十 這些人可能以前是投給拜登的 那現在還是開始觀望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主要是美國的經濟就是即便他不是只是 他不是其中選舉 他是四年度的大選 老百姓還是非常關心切身的你的工作機會 美國的經濟的展望 或是你覺得未來你可能的這個前瞻 有沒有會更好 這個我覺得對拜登而言很糟糕 因為上一次的其中選舉 其實拜登選的比他自己想的好 即便是有同膨等等 但是基本上掉的東西少 但是又經過一年多到現在 我覺得拜登還有一些問題 可能跟他的外交政策相關 像是兩場戰爭 兩場戰爭我覺得絕對有影響 因為美國沒有直接參加 但是俄乌戰爭打到現在兩年 而且俄乌戰爭跟拜登是綁在一起了 但是俄乌戰爭對美國老百姓來說 或是對於共和黨的拜登政敵來說 都不是那麼優先順序了 那以哈衝突也是 美國還是源源不斷 而且這會讓美國民眾覺得說外面 環境不平靜 更容易聯想到這個過去 我們還記得拜登就任後 沒有多久的這個阿富汗 喀布爾的最後時刻 美國退縮 而且整個形象讓美國人民 來感受是很不好 內外交迫 我覺得這是對拜登最重要的考驗 跟挑戰 那我接下來很快再問老師 如果真的這個拜登的落後幅度 繼續擴大 民主黨內可能有什麼動作嗎 會換人嗎 這就是民主黨最大的困境 因為目前為止 拜登沒有說他不做 但是大家都很憂心他 那重點是假設拜登說 我不選 基本上民主黨黨內 也大概沒有一個人 或是沒有很好的替代方案 目前 不到一年的時間 對 而且大家媒體點的是幾位州長 大概都還沒有辦法成大氣候 包括加州州長 不過加州州長 基本上是在拜登的競選團隊之內 在幫拜登拉票 所以整個形勢看起來 川普是往上的一個趨勢 但拜登給大家比較多的一些憂慮 大概只剩下十一個月不到的時間了 也許在副總統人選方面 他就必須要多多考量 想辦法能夠互補 那重點是賀錦麗跟拜登 有人認為說 也不見得是一個最佳的組合 但假設賀錦麗沒有大錯的話 現任總統也很難找到一個理由 說服我換一個人 別人 好 現狀是這個樣子 非常謝謝李老師的分析 我們再回到臺灣的總統大選 從競選過程到投票結果 都備受國際社會重視 有英國智庫發表了最新報告 建議英國政府要從軍事 經貿和外交等多重管道 積極避免台海爆發戰爭 以下就是公視 國際記者來自倫敦的報導 英國的氣溫接近零度 但在臺灣大選之後 英國政府也立刻發來賀電 攻克臺灣的民主成就 這也讓人感到一絲暖意 同時英國智庫也提出了建言 希望英國政府在維護兩岸和平上 可以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 在賀電中攻克賴清德 與民進黨獲勝 同時強調希望海峽兩岸 能和平解決分歧 而英國政界普遍相信 台海穩定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 英國智庫 和亨利捷克遜協會 就建議英國政府應該更加積極主動 防止台海戰爭爆發 英國政府應該是非常嚴重的 英國政府應該會 知库主張幾項具體作為 包括英國需分擔更多支援烏克蘭的責任 讓美國可以專注於印太地區 且與美國合作限制對中國的關鍵半導體零件出口 禁止中國收購英國的半導體廠 也限制英國資金流向中國 避免資金被用於解放軍的現代化 而對台灣方面 也建議英國不應鼓勵台灣過早宣布法理上的獨立 但支持台灣加入CPTPP 且鼓勵台灣把軍備支出提升到GDP的3% 同時將外匯儲備 成立主權財富基金推動區域發展 學者認為台灣大選展示 台灣是有韌性抵擋中國的滲透有威脅 這也將更加鞏固西方國家的信任 也願意與台灣站在一起 公視國際記者洪雅芳在英國倫敦採訪報導 以色列跟哈馬斯僵持不下 最煎熬的除了加薩地區的人民 就是被綁架人質的家屬 其中一個年紀最小的人質 如果還活著的話 最近剛滿一週歲 各地民眾藉由為他慶生 呼籲趕快釋放所有的人質 這個小寶寶是跟他的父母和哥哥 一起遭到綁架 哈馬斯日前宣稱 他已經在以色列的空襲行動當中喪命 但是消息並沒有獲得證實 而從哈馬斯突襲到現在 人質已經被關押長達一百零三天 還有一百多人沒有獲釋 雖然國際社會大聲 疾呼趕快停火 但是以色列總理納塔雅胡 公開否決了各國提議的兩國方案 他反對在戰後建立巴勒斯坦國 宣稱要繼續進攻加薩 直到取得完全勝利 民眾抓著橘紅色的氣球 一旁還有人在氣球上留言 期盼最小的人質比巴斯能平安回家 以下衝突超過一百天 至今仍有上百名人質 受到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扣押 其中一名人質比巴斯十八號才滿一歲 覺得民眾期望他還活著 聚集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為他慶生 也要求政府採取行動 讓哈馬斯儘快放人 另外美國先前曾經表態支持讓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兩國方案 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十八號公開表達反對立場 強調讓巴勒斯坦建國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是重大威脅 建成以色列要掌控約旦河以西的所有土地 並且已經把決定告知美國 納坦雅胡表示已經會持續對加薩進行軍事攻擊 這到取得對哈馬斯的決定性勝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7號才指出 如果沒有往讓巴勒斯坦建國的方向前進 以色列永遠沒有真正的安全 而納坦雅胡的立場再次凸顯出 以色列跟美國 無論在戰爭規模 以及加薩走廊未來的規劃上 都存在著極大的分歧 現在到了新聞猜猜看的時間 把鏡頭交給批帥 謝謝明明主播 今天我要請問大家的題目是 2024巴黎奧運的比賽項目 包括以下哪一種運動 一 壘球 二 攀岩 三 空手道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繼續要告訴您 印度在十八號發生一起重大意外 有一群師生搭船出門野餐 沒有想到船隻翻覆 至少有十六人不幸罹難 而翻船的原因又是嚴重超載 救難人員和潛水員不斷在湖中 尋找生還者 家屬則在湖邊交集等待 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 十八號發生一起重大船難 一群師生 星期四下午搭乘遊船 原先打算野餐 沒想到船隻在湖中翻覆 變成死亡之旅 儘管搜救人員緊急趕往救人 但因為湖中有淤泥和水草 不少逆水者被找到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到星期五早上 警方證實至少有兩名教師 十四名學童罹難 而生還者中 也有人還沒脫離險境 孩子開開心心出門 卻沒有平平安安回家 家屬怎麼承受得住 當地官員則指出發生事故的船隻 只能搭乘約十四人 船上卻載了三十五人 總理莫迪得知這起悲劇後 在網路上表達悲痛 並承諾向死者家屬 發放二十萬 如比約七萬臺幣的慰問金 古吉拉特邦政府則宣布 成立調查小組 要在十天內查明事故原因 並追究責任到底 但事實上 印度翻船意外很常見 當地船隻超載 維護不善 缺乏安全設備等狀況 層出不窮 去年一艘雙層 遊船也在南部的 喀拉拉邦翻腐 導致至少二十二人死亡 公視新聞 帥名編譯 許多國家都面臨年輕人 不婚不生的困境 但是在美國矽谷 卻掀起了一波生育主義 不但鼓勵多生孩子 還要透過生物科技 來篩選基因 但是這些做法 被批評為重新包裝的優生學 世界前進國家 紛紛面臨低生育率 美國矽谷的富翁 還有精英們 相信透過生物技術 篩選出最優良的基因 並透過鼓勵多多生育 儘可能的傳承 繁衍出優秀的下一代 在氣骨圈掀起一波新的優生學 也被稱作生育主義 美國的克林斯夫婦 透過體外人工 受精的方式 迎接最小的兩個孩子 為了降低寶寶出生 就不健康的風險 夫妻兩人要求 對卵子受精前 請實驗室先進行 多基因評分檢測 排除掉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等 不只如此 克林斯夫婦還找了第二間實驗室 分析精神健康評估 為的就是要篩選出最優良的配胎 不過克林斯夫婦的做法也遭到批評 被指控是重新包裝過的優生學 但支持生育主義的他們認為 每個家庭有權利選擇想要什麼樣的下一代 只要確保基因優良 就應該為了地球人口而多多生育 但是學者認為影響人類健康發展的不只有基因 還有外在許多因素 從生育權到基因權 科技發展正逐步影響全人類的倫理 許多專家擔心基因至上的生育主義如果不受控制的擴散 優生學在二戰時期德國的極端案例又會歷史重演 公視新聞將文編譯 現在我就要請T帥來揭曉新聞猜猜看的答案囉 好的 2024巴黎奧運的比賽新增四大項 包括霹雳舞 滑板 攀岩和冲浪 但是不會出現上一屆的空手道 棒球和壘球 答案是2 你答對了嗎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週一晚見再會 高 Create 這個 控制的 4 麥克風 5 7 8